9月19号来自台湾的企业跟记者纷纷齐聚泰国曼谷 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跟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了首届台商产品展览会 详情请看报道 目前许多国家都想通过打开泰国商品贸易市场 辐射整个东盟 而台湾制造也不例外 因此台湾举办一流台湾的展览 旨在全力推广台湾制造的产品 据本台记者了解 现场有来自37个台湾品牌参展 此次展览的主要宗旨 为促进泰台经济互动和两岸文化交流 针对这些吸进市场 尤其吸球正在增加的市场 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 让他们来认识台湾的这些优质产品 台湾的品牌 据主办方介绍 本次活动为期三个月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次是9月20号到24号在中央百货 第二次是9月25号到29号在匹特中心 最后一次就是11月8号到10号 在曼谷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此外当天展览还特别邀请到了 三位歌手现唱带动现场气氛 东盟卫视记者李明慈张大威 曼谷报道